《調山倉,河水王,波浪暈暈去,重拍在高江》 一首短短十六個字的詩 展現了韓瑜十九歲的少年志氣 看上去簡簡單單,但聽上去很夠氣勢 很感受到韓瑜那種遠大的抱負 在他筆下河水不停地流動 就好像時光飛逝一樣 流得快、去得快,反映到年輕人的憧憬 重拍在高江 韓瑜看到重拍高高地在山江上面,高傲不屈 他將自己融入大自然的景物入面 準備好迎接未來的挑戰 滄山逐水、波浪青蟲 一些這麼普通的景物,在他的筆下都別有一番意境 Louis和嘉麗來到全廣東海拔最高的瀑布群 宇圓的南嶺森林 南嶺森林位於宇圓圓五指山 在山脈的中段,是珠江支流北江的發源地 這裡有兩百多個瀑布,有大有小 最出名的就是石坑長廊瀑布群 它分佈在森林的石坑峽 發源在石九嶺,會集在海拔一千米的九重山 再流到石坑口,形成落差四百米 長2200米的瀑布長廊 而長廊的兩邊都是懸崖峭壁 沿著旁邊的石級液水走上去 那條瀑布又不同看法 我們的兩位學生就急不及待地衝進去 親身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 有否危險 嘉麗,這個瀑布流下來的水很清晰 對,很舒服,有個個看 我想韓瑜當年石山石 就是有這種無拘無出的感覺 對,我們現在完全感受到 這石很漂亮 山石落殼,行徑微 黃昏倒置,偏北飛 升堂座街,新雨竹 芭蕉葉大,枝子肥 鋪藏忽植,至更泛 梳麗易竹,飽餓肌 山紅間壁,分難慢 時見重溺,皆十圍 人生如此,志可樂 喜必局促,為人機 韓瑜的山石說 人生在世,應該自得其樂 為何要受到約束呢 這一篇寫柔中的詩 有散文裡面的傳統柔記文的寫法 跟著行程的順序 最述由黃昏倒置 夜心靜悅 到天明獨去的所見所聞和所感 形成一篇屍體的山水柔記 而在智女行間,就感受到 韓瑜那種向往無拘無束 崇尚自然的性格 離開了語園 兩位學生便搭上韓瑜的連州之路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位於連州市區東北面的名姓 燕喜亭 建這個亭的就是當年的 連州師戶參軍黃仲書 當年他跟韓瑜一樣 因為直言進間得罪了權貴 被人貶來連州 沒有人,唯有機程游山換水 借酒消愁 一天,他走到這裡 看到山水那麼漂亮,很喜歡 就趕快找了工匠起個亭 等他將來可以在這裡喝酒歎世界 韓瑜和黃仲書同時天涯淪落人 兩個人見到面當然是聲聲相識 黃仲書就立刻請這位老友 幫這個亭作手遊記 和起個名 其憂若自得之憂 廢於古而顯於今 有志之道也 持若君子之詞 去以中其美 仍以出其惡也 全之願若天責之全 出高而施下也 合而明之以屋 若燕喜之平 取施所謂老侯燕喜者 仲也 韓瑜選燕喜兩個字做亭名 是有中興唐室 喜燕興賀的合意 文章的idea 都是借物寄意 一來想安慰一下黃仲書 順便又勸勉一下自己 所以燕喜亭記也反映了 他興復唐朝的政治理想 更加體現了他文以再度的文學主張 韓瑜來到這裏的時候 就將燕喜亭改成燕子的燕 燕喜亭 而上面有個鎮路亭 路是一些大雀仔 加上燕喜亭 小的燕子一起大小一起飛 有鎮似高飛的意思 所以代表這裏 相機考託員或者工作的人 都順順利利 離開了燕喜亭 兩位學生向著韶關進發 韶關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發源地 這裏有13萬年前 馬霸人的原子人頭骨化石 而坐落在韶關曲江的獅子岩 是著名的智人代表馬霸人為子 在這個岩的獅頭洞穴裡 曾經發現過一隻原子人的牙齒化石 距離京珠高速公路曲江出口大約兩公里 就見到兩塊很大很帥的石灰岩峰 一高一矮 好像左右門神一樣 南北各一面 很多人都說 由北遠望 就好像一隻睡得很軟的獅子 而由南面來看 就好像紅獅起舞 而獅子岩 就在貫穿獅頭和獅尾之間的峽谷平地上面 一座山有兩個角度看 都挺有趣的 其實這些東西 三分形象 七分想像而已 或者好像獅人一樣 加一些幻想力 啟發都是這樣來的 韓瑜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人 在當年流行的是古代中國特有的文言文文系 田文 句子求公公整整 要押韻 但是懷疑不實 陳腔濫調 所以韓瑜就不斷地啟窗 以文為器 要不斷在生活中吸取新鮮口語 令到文章更加生動地說 這樣包吵頸 當然比守舊勢力勁炳 但是我行我素的韓瑜 怎麼會你周圍的三姑六婆說什麼 總之就你有你反對 我有我堅持 還寫了一手 答你譯書 撐到行 為陳言之無去 格格扶其難哉 其觀於人 不知其卑笑之為卑笑之也 如是者亦有年 由不改 然後識古書之正藝 與雖正而不自然者 蕭蕭言白黑分矣 而無去之 其觀於人也 笑之則以為喜 愚之則以為憂 以其又有人之說者傳也 韓瑜擺明居馬 說不理其他謀理說三說四 叫大家撕掉些陳腔濫調 最緊要就是懂得看文章的好壞 要有內容的才是好東西 他說文學和道德是不可以分開的 道德是文章的傳遠 只有從思想道德修養入手 才可以養成高尚的風骨 和強大的精神力量 具色的長短 聲調的益揚 總之自然就可以了 寫文章一定不可以跟其他人的意思 和詞語 更加無需在文字形式上挑花 刻意埋龍 寫文章也不可以被人的稱讚 或者指責動搖 韓瑜有一件事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就是他不管這一期在興什麼 在鬧什麼 只要他覺得不妥當 而自己又有理據的話 他就會堅持自己那一套開創新血路 這個世界不是說潮就一定好 都要適合自己才行 下一集我們繼續看韓瑜充滿堅持的一生 下一集兩位學生會搭足潮州 感受韓瑜一片江山盡盛寒的氣勢 還有他深夕口快得罪皇帝的時跡 韓瑜明明天不怕地不怕 為什麼上到華山又會嚇到不敢下山呢 《柳子厚慕智明》是韓瑜 晚年繪跡人口的文章 這篇文章流露了韓瑜對他好朋友 柳宗原的深厚友情 其實一般的慕智明 多數用四言吻文或者是平民所寫成 內容空洞歌功仲德 編編都差不多 基本上換個人名很多人都合用了 但當韓瑜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他放棄了用四言吻文 他用回長短句來表達他自己多變的感情 而且內容不是歌功仲德那麼簡單 而是將焦點放在兩型的情誼上面 連政治主見都沒有提及到的 或者這個就是這篇文章 能夠流傳後世為人傳重的原因 quer記於 veg祭宗文章 在詳細 glaze 靖略 JNews L Mint 歌曲蓝 題演唱 詞曲蓝 和顏兔 已經是個流程 阿滋 женщ子